咖啡,一杯令人沉浸的黑色魔法,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饮品,而是一股全球性的文化和经济力量。 在全球,咖啡不仅是一种饮品,更是一个产业,它以惊人的规模和影响力,在经济上紧随石油之后,位列世界第二大交易商品。 然而,台湾的咖啡市场正以其独特的方式,逐渐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。 咖啡已成为台湾饮料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,其受欢迎程度正在不断攀升,台湾人对咖啡的热情与接受度日益增长,咖啡文化在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。 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年轻一代消费者对于咖啡品种、风味和产地的极致追求,正推动台湾咖啡市场走向多元化和高品质。 台湾咖啡市场的蓬勃发展不仅源于咖啡的受欢迎程度,还反映了咖啡文化的普及。 随着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,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将品味一杯香浓咖啡是为放松身心、提神醒脑的方式。 连锁咖啡店和特色咖啡馆的积极推广,为台湾人提供了更多机会品尝各种风味的咖啡。 尤其是年轻一代,他们更加注重品味和品质,驱使台湾咖啡市场向多元化和高品质的方向发展。 除了传统咖啡店外,超商咖啡也开始在台湾咖啡市场中展露头角,成为一股新兴趣事。 超商咖啡之所以如此风行,原因在于其便利快速、门市众多、品质稳定、价格亲民。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节奏下,人们经常需要一杯及时提神的咖啡,而超商咖啡机提供了极为方便的选择。 此外,超商积极引入各种口味的咖啡饮品,满足不同消费者对于咖啡饮品之口味需求。 无论是浓缩咖啡、拿铁还是特调咖啡,都能在超商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杯咖啡。 随着超商不断推陈出新,推出新品和现实优惠,吸引消费者的目光,超商咖啡已经成为台湾咖啡市场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。 从数据角度来看,台湾对咖啡的热爱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。 据统计,台湾每年消耗约28.5亿杯咖啡,这数字清楚地显示了台湾人对咖啡的喜好程度。 随着咖啡文化的普及,咖啡店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,以广泛分布于台湾各个城市和地区。 连锁咖啡店占据了台湾市场的主导地位,诸如星巴克、路易莎、卡玛咖啡等品牌无疑成为台湾咖啡市场的霸主。 这些连锁店以其高品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吸引了大量的忠实顾客。 他们不断创新,推出新品和特别促销,进一步激发了消费者的兴趣。 独立的精品咖啡店在台湾如雨后春笋般开店,不仅以手工烘焙技术闻名,并特别注重品质、风味和特色,以咖啡的独特风味和奖项殊荣吸引广大消费者。 台湾独立咖啡店市场仍在不断成长,这些独立咖啡店不仅是咖啡的供应商,更是新咖啡文化的推广者,成功将咖啡提升到一种艺术品味的高度, 同时打造独特的用餐环境,满足寻求咖啡和美好体验的消费者需求。 又诸如新波咖啡和飞卡咖啡的创办人都曾荣获咖啡冠军,且新波咖啡更蝉联全球50间最佳咖啡店全球冠军。 台湾咖啡市场多元化俨然已成为未来主流趋势,咖啡文化的普及和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, 使得连锁咖啡店和独立咖啡店均能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。 未来,随着台湾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咖啡市场的竞争加剧,咖啡店需要不断创新, 厘清自己的顾客价值主张与聚焦获利模式,并提供更优质之产品和服务,以维持其吸引力和市场份额。 总的来说,台湾咖啡市场前景充满潜力,咖啡文化将继续融入台湾人的生活, 成为它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这无疑是一场各家用力角逐的繁荣黑金时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